新北市长侯友宜日前亲自带领选办政治实习生举办记者会 公布首支60秒版本宣传影片 影片中可以看到包括捷运建设、公托中心、市场改建等等 将四年来的建设借由影片展现在市民面前 他表示新北市已经大幅改变 希望11月26号请市民用选票肯定努力认真的团队 让改变继续 所以大小市不断的往前推进 新北市是北台湾的中心更带统整个北台的大发展 让新北好北台共好 所以新北的成长崛起现在是在不断的改变中 在记者会上媒体问到对手林佳龙针对温仔俊搬迁 批评市府为妥善处理 侯友宜则表示改变是需要勇气 并再次感谢改变过程中愿意配合搬迁的厂家和居民 让温仔俊可以成功转型合法 让这块土地变得更好 大家并肩作战 让我们这块土地变成零抗争顺利搬迁完毕 可以讲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我在这里再度谢谢 我们在地区的所有的业者跟住家 谢谢你们的支持 谢谢你们艳丽被改变的勇气 我们新北市就是因为大家都艳丽 接受新的改变的挑战 让这块土地变得会更好 侯友宜强调城市持续进步的脚步 需要每一个市民共同的努力 请大家一定要出来投票 成为支持新北市继续改变的重要力量 记者陈小丹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见